各位狼琴的兄弟 我们今天我们讨论确信感 然后我等等呢 会告诉各位 无论是在原生家庭方面 或者是你的脑袋结构方面 为什么 你会想要不停的在女生身上 得到确信感 就好像 如果我要推进关系 我想要亲这个女生的话 好像女生一料跟我讲说 可以亲 我才愿意真正亲下去 你们到底在想什么 到底要如何解决这件事情 等一下我会告诉各位 然后在我们还没有正式开始之前 如果你不知道我是谁的话 我是大卫哥 我是狼群里面的CEO 以及清场教练 那我们专门在教男生 无论是在提升情商 调情方面的人力 沟通表达力 然后甚至谈判能力 所以如果你发现 你在与女生相处方面 你觉得非常非常卡 或是你在聊天当中 不太知道 到底要说什么 我们会教你 到底要如何运用你的直觉方面聊天 我们把这个称为直觉式聊天 所以如果你现在遇到这样子的关卡的话 你可以点以下的连结 然后去了解我们一对一的课程 如何可以帮助到你 那我们废话不多说 就进入我们今天的内容 我们先从 我们两个学员的故事开始 那两个学员的故事原则上其实都是在 女生身上在寻找一个确信感 他才有办法推进 那我们第一个学员 他是已经把女生约到饭店里面了 你到酒店的房间里面了 然然你还是不敢推进 那整个晚上都不知道在干嘛 What are we doing here? 没目标 太闹了 不敢close 不敢推倒 好像你在寻找 女生的某一个确信感的句子 你才愿意推进 你期待的是什么 女生跟你讲说 赶快 赶快过来干我 你才愿意上他吗 你是个男人 你不主动 难道你要求女人要主动吗 女人本质方面是矜持的 她不可能会那么主动 除非今天你遇到一个 超级无敌左派的女生 第二个学员 差不多一样的状况 也是在关系当中 想要寻找某一个确信感 已经跟这个女生约会的诗词了 然而还是不敢亲下去 我之前有讲过 三次约会就好亲了 但我已经超过三次约会 是不是已经没希望了 Look 如果你在每一场约会当中 你都有推进一点点的话 对我来说就完完全没毛病了 不用乱张其欲 也不用想太多 然而如果你今天已经 到第十次约会了 你还没跟这个女生接吻的话 I gotta ask you 现在是否是太闹了 你在寻找什么 一样是女生的确信感 好像女生要跟你讲说 诶 赶快过来亲我 你才愿意真的亲下去 这样是不行的 你这样在亲场方面 你无法得到你想要的结果的 你意在便拖时间 意在便拖时间 意在便拖时间 不敢争取你内心直觉 真正想要的欲望 我告诉你 有另外一个男生 他更主动 比你更敢的就被超车了 有多少好的男生 就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他的马子 直接被抢走的原因 就是如此 这个残酷的世界 我只能这样子跟你说 你想要的妹子 我相信 在你心目中 肯定长得很正 正妹 很多男生都要 我常常跟你们讲 如果你在讲 八分以上的正妹的话 Your competition is me 我就是你的竞争对手 所以在你在便 慢慢来的同时 我已经超车了 你懂我意思吗 我根本就不知道你的存在 男人最想要 在女生得到 哪些确信感呢 我在这边列给各位看 例如告白是不是一个 你在寻找确信感的方式 你不确定他到底喜不喜欢你 不确定他喜欢你的程度 是什么等等的 这段关系 感觉越来越疏远 我必须一定要告白 我现在一定要告白 没任何的情绪控管 EQ极低 情商极低 根本不是时候 你就直接告白 你的告白本质方面 就是一个小朋友 现在就想要得到糖果 这概念其实是一模一样 你的告白就是 我现在我就是要一个答案 你没办法在这种很暧昧的关系当中生存 你没办法真正的好好享受 这个当下的关系 这就是现代的男人 再来 这句话是女生常常问我的一句话 你喜欢我什么 然后 你们一堆男生在暧昧期 甚至进入交往的时候 然后在那边问这个问题 一样在寻找确信感 宝贝 你喜欢我什么 是什么让你喜欢上我的 你自己不知道吗 如果你是已经知道这个答案 然后你只是在跟女生玩 然后你是想要听她说而已 这个完全没毛病 然后你们大部分的男生不是这样子嘛 你们大部分的男生是 不知道这个答案是什么 然后你想要透过女生得到这个答案 你自己都不知道你自己是谁 优点缺点 No idea 零自我意识 所以因此你想要在女生得到这个答案 你觉得女生感受不到吗 你觉得这是一个自信的展现的本身吗 女生感受得到 她是感现的动物 所以她感受得到 她现在在跟你暧昧 她现在跟你在一起 她现在出来跟你约会 何必问 这个问题如果你真的想要问 有一个包装的方式是什么 你对我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那你觉得我现在跟那时候 你的那个第一印象 它的差别在哪里 可是即使你要这样子问 你的内心是充满自信的 你内心是非常清楚 女生是为什么喜欢你了 我在跟女生相处的时候 我全然知道女生喜欢我的是因为 我有领导力 我够霸气 我会把女生照顾的好好的 我够幽默 我可以教她很多的东西 我不需要 透过女生得到这方面的确信感 I know who I am 我知道我是谁 我常常一直在讲 你在跟女生在相处的时候 你是大哥的角色 他是小妹的角色 你没办法创出这样子的框架的话 吸引力就没了 你必须要搞懂这个观念 再来 在跟女生在上床的时候 你要问女生 舒服吗 一样在寻找确信感 舒服舒服 你看不出来吗 你自己他妈非常非常清楚吗 来 我教各位一种方式 如果我真的想要知道 她哪个姿势比较舒服的话 我直接用沟通的 我的方式是什么 诶 我们可以沟通一下 你觉得很舒服的时候 你可以跟我说 啊 就是这边 就是这边 你可以跟我讲 我就知道 那一个角度会特别舒服 这是很有自信的把它讲出来 而不是 你一边在那边插 你一边在那边做爱 然后你一直要 你跟对方确认说 诶 这样是舒服吗 这样是舒服的吗 一个是 你主动的在沟通 另外一个是 步行在寻找确信感 你懂这两个的差别在哪里吗 一个是来自于自信 另外一个是来自于 怕失去 好 讲完下一个 你还会想要跟我出来吗 这个在单身集地域 你就可以看到了 第二季 各位去看一下 你去看一下 那个医生 跟那位会弹钢琴的美女 大学生 出去的时候 他问他几次 你还会想要跟我出来 他用五种不同的方式 在问这个问题 你懂我意思吗 原本这个大学生是对自己 一时是有兴趣的 可是你看两个小时过后 整个变脸 你的不安全感 然后不停的想要透过 女生的某个言语 找到一个确信感 会销毁你的吸引力 相反的你去看那一季 你去看Dex 以及大学生 他们的互动 Dex 非常清楚 知道他自己是谁 他又想要透过这个女生 寻找任何的确信感吗 他已经很确定 对 我就是一个这么屌的男生 对 我知道我的优点 以及缺点 是什么 那你喜欢就喜欢 不喜欢其实也没毛病 我不用一直在一边去跟你确定说 你还不会想要跟我来天堂岛啊 你下次还会不会选我啊 这个问题 请问对你有什么样的好处 除了让女生觉得 你有极度的不安全感 这女生一闻到 一闻到的时候 这件事情就结束了 下一个 还好吗 很多男生很喜欢问女生这个问题 你还好吗 还行吧 没事吧 你的语气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并不觉得 你是真正在确认女生还好吗 让我告诉你一下 你的内心世界长什么样子 你的内心世界 本质方面其实就是 他这样是不是因为不喜欢我啊 我稍微确认一下 我希望他是因为别的事情 所以造成他现在脸臭了一点 一样 在寻找某个确信感 如果我今天我要问一个女生说他还好吗 说 你是没吃饱 要不要再吃个什么 你还好吧 脸色有点苍白 我是发自内心想要为他好 可是我不需要透过这句话 得到任何的确信感 但大部分的贝塔男 其实不是这样 他是怕失去这个人 所以我想要透过关心 来去得到奖赏 来去得到女生的喜好 你觉得这是一个价值方面的交换 对于我来说 我是个他妈正常人 我看到他脸色苍白的时候 我会想要关心一下 所以我的语气是一个哥哥的方式 然后去照顾妹妹 Hey you ok you good 你行吧 你脸色看起来有点苍白 我是用这样子的模式 再跟女生互动 女生可以去感受一个极大的安全感 无论是从我身上得到安全感 或者是他觉得 我是一个很有安全感的男生 我整体方面的互动 其实就是长得如此 所以会有吸引力 我们来讨论一下 你大脑方面的结构好了 为什么你这个人 会一直想要去寻找女生的确信感 本质方面你跟女生就不同 从小到大 为什么女生不需要在你身上得到确信感 只有什么样的时候 他会想要在你身上得到确信感 就是当你已经建立一个 属于安全感的形象的时候 他就想要在你身上得到确信感 因为你本质方面 就是一个有吸引力的男生 所以他想要得到 这个可能是世界的3%的男人 有权威感的 有威严的 值得被尊重的 他崇拜 自己知道自己是谁的 有足够自我意识的男人 这样子的男人 他会想要在他们身上得到确信感 你没有这样的形象的话 你觉得他在乎吗 she don't fucking care 那为什么 因为他从小到大 其实就是如此 你就想 即使一个5到6分以上的女生 他从小到大 肯定就是有男生追 即使你见到他说 他是一个late bloomer 20岁开始的时候 才有人追 那如果他到25岁 其实连续5年 他不停的得到认同感 他不像你 他不需要随时随刻都 找到这些确信感 你听懂我意思吗 而你为什么不停的 需要找到这些确信感 因为你从小到大 我们在亚洲社会 你的爸爸妈妈 就没有称赞你过 大家很可怜 我只能这样子讲 你很少得到女生的认可 女生很少用那种情欲的眼神 看你 所以你的经验告诉你说 我一定需要去做些什么 你在你的脑袋里面 你无法去判断 这个女生是喜欢你 还是不喜欢你的 所以你需要透过 言语方面的确认 你才愿意进攻 然而兄弟们 我只能跟你说 天常不是长这个样子的 男生有99.99999% 肯定都是主动方 特别是 曖昧写的刚开始 肯定是如此 然而因为女生的本性 就是矜持的 所以这些IOI 以及信息指标 都是运用间接的方式 来去勾你 今天我在酒吧 即使一个女生 对我极度的有兴趣 她也很少 会主动过来打赏我 她一定是用眼神来去勾我 跟我兑现了 或是稍微对我笑一下 这样我就知道 我可以过去搭赏这个女生了 都是用间接的方式 所以以英文来讲的话 我们常常讲说 是Outer Validation 还是Inter Validation Outer Validation 意思就是说 你整体方面的自行 是来自于 外面给你的认可 Inter Validation 是我非常常知道 我自己是谁 所以我能给我自己 这种确信感 我看世界的方式 是应用很客观的方式 来看待这个世界 我整体方面的策略 其实就是 我会看 我会观察 该进攻的时候 我就会进攻 我不需要去寻找 某个确信感 我才能持续的进攻 所以我在这边 列出了几种不同的方式 然后这些方式 其实都是以提高标准为主 然后当你提高标准的时候 你在看待这个世界时 就会运用一种不同的方式 去看待这个世界 然后你就会开始增加 许多的自我认可 你不会所有的认同感 以及确信感 都要来自于一些外面的人事物 然后特别是女人 第一种提高你标准的方式 就是关于看待女人的方式 如果你看待女人的方式 是 这个女生如果长得很正的话 那就没问题了 大错特错 如果是长这样子的话 你随时随刻 你都在寻找女生的认同感 因为本质方面 就是一个没有标准的 就这会造成你在约会时 你根本就不会去问 这些关键问题 例如我今天 我是一个很喜欢冲浪 喜欢滑雪 喜欢到处跑的一个人 今天一个很宅的女生 她会配得上我吗 是不太可能的 这是我在约会的时候 我就一定会去做筛选的动作 然而如果你谁都可以 只要她长得漂亮就行的话 你只是想要在这个女生身上 得到许多的确信感而已 You can't flip the script 她永远不会想要在你身上 得到确信感 为什么 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你这是谁 看女人的方式 提高标准的意思就是这样 你要搞清楚 你到底喜欢什么样的女生 并且把它具体化 然后第二个提高标准的方式 就是整体的外在形象 我常常在讲 你在看镜子的时候 你就要爱你自己了 对我来说 提高外在形象啊 去健身啊 学拳击啊 打篮球啊 这些事情 其实都是一个自律方面的问题 你有没有定期的做 定期的在提升你自己 如果没有的话表示 你在这些方面 激动是一个没有标准的男生 那你在看镜子的时候 There's no fucking self-respect 我最近才在听一支影片 是一个女生的YouTuber 一直在那边讲说 要爱自己要爱自己 很不具体你不觉得吗 超越爱自己 当你在看镜子的时候 你尊不尊重你自己 对我来说才是重点 就当你去健身 当你整体方面的品味提升的时候 你在看镜子的时候 你是尊重你自己的 你是知道你花了一些功夫 你是因为自律 以及不停的自我提升 你才得到这些肌肉 眼前的自己才会这么帅 这个成果绝对不是巧而来的 一定是因为你有花精力在做这些事情 当你有定期的来做自我提升 看你自己是 你会开始真实的尊重自己 未来你在跟女生在互动的时候 你就不需要刻意的想要去得到她的尊重了 你本质在做的事情就值得被尊重了 第三个概念是跟我们一样的 设定一个木尿苗 并且搭乘 跟self respect有绝对的关系 那么因为我刚刚已经把 健身还有品味的部分把它讲掉了 所以我现在 我特别在讲搭讪 交软体以及跟女生出去约会这件事情 如果你在看这个频道的话 我愿意打赌你在情场方面 肯定是觉得很卡 你想要在你的人生当中 无论是交你第一个女朋友 或是你刚分手 你现在想要交一个更正的 无论你现在在哪一个阶段 实在永远是王 如果每次有一个女生这样子过去 你都不过去搭讪的话 我可以跟你保证一件事情 针对于情场这个领域 你的自信肯定会不停的下降 一样我刚刚在讲什么 当你看镜子的时候 你又不愿意尊重你自己 你更多的情绪实际是懊悔 你更多的情绪是 为什么 我又放过了一个好机会 自然而然 这会成为一种自卑 让你未来你再碰到女生的时候 你本质方面就不是一个 会去争取你想要的男人 你好像就是一定要得到 某个确信感 你才愿意 你主动去争取什么 所以因此 关键时刻来的时候 你的习惯是什么 你一定要得到女生 100%的确信你才敢推进 所以设定某一个目标 或是看到某一个 你想要争取的人事物 忽略你脑袋里面的声音 然后直接就来就对了 这样你在看自己的时候 你才会尊重你自己 然后第四个 我想要讲的 就是你的脑袋里面的一个结构 就是做那些 会让你觉得恐怖的事情 而当你去做那些 就会让你觉得恐怖的事情 经验和情境信息 以准确评估威胁的程度 克服恐惧通常不及 重新评估感知到的威胁 并且更新与恐惧相关的记忆 这取决于海马回的功能 这本质方面就是在去敏感度 你每次在克服一个恐惧 你每次去搭上一个新的妹子的时候 你每次去尝试 一个你从来没体验过的事情的时候 你就在去敏感度 我们常常跟你们讲说 淡定淡定淡定 你要如何在一个正妹前面 很淡定的 就是你身为一个男人 你已经经历过许多事情 所以你碰到这个女生时 这些事情你已经碰过了 你有全然的自信说 Hey look 我已经经历过这么事情了 这其实根本就没什么 那最后一种方式理所当然就是 称赞他人 你从老大没有被称赞过 然而你可以先开始练习 如何是成为那个给确信感的那个人 还好真正去称赞那个女生 这个女生才刚剪头发的话 我肯定会跟她说 Hey 这新发型真的很好看 我是在给予确信感的人 而不是一直想要去寻找 确信感的那个人 这本质方面 可以告诉你脑袋说 我现在就是一个 比较高价值方面的状态 因为你在给予时 你不会不停地在那边寻找 你可以从家人同事 甚至你楼下的那个管理员开始 甚至你的朋友 你可以用干脆的态度 然后开始去称赞他们 这些方式对于无论是初学者 或是你是intermediate game的人 都非常非常的有效 希望各位肯定要把它听进去 如果今天各位有学到的话 那个赞也帮我们按起来 这个赞会告诉YouTube 以及它很难搞的原算法 这支影片是一支优质影片 它会推广给更多需要的人 所以321谢谢各位了 除此之外你可以在以下留言 你今日所学到最重要的 一到两件事情 就帮助你内化今天的内容 I love you guys 我们就下一集见了 Bye 这边是全亚洲所创的第一间野性教室 如果你说要畏畏说说无气场 你是无法吸引到女生 也不会有任何人想要理你 高速度的冲撞 加上课程当中的竞争游戏 会立刻让你感受到一种危机感 然而然野性就会被激发出来 气场也会得到大幅的提升 这带我们到野性聊天宿 除了野性训练以外 你必须要学会如何高情商的聊天 我们提供一对一的教练指导 无论是肢体推进关系 或是聊天蓝图 或是说故事技巧 以前我讲故事都没想听啊 但是现在我觉得真的差很多人 以前我跟女孩子会尬聊乱聊 然后场面弄得很尴尬 现在我比较知道 怎么样跟女生更进一步地在那边调节 然后去升级关系 有兴趣的兄弟们可以先来参加 我们的体验课 那我们就野性教师见了 拜